作为裴田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吴跋针文武双全 官至清光绪玉前四品蓝灵带刀侍卫 是裴田吴氏家族的极大荣耀 都捆府与村口帝次恩荣牌坊 就是吴跋针尊荣的历史见证 都捆是官名 都捆府就是都司府 可惜的是在1994年 都捆府会于一场大火 如今只剩下了门楼 石龙旗 清代四绝碑 以及著名的陆贺同春土语品 门口的这两根石龙旗 也叫做石笔 威严挺拔 直插云天 展现了主人显赫的身份 和殷实深厚的家族背景 门楼迎莲 秉义飞生敏桥 教终意味神经 据说为慈禧太后亲赐 家旗忠心耿耿之意